欢迎大家观看由密视君给大家带来的本期精彩内容。 目前,国内公认的四大文明是古巴比伦、古埃及、古印度以及华夏文明。 实际上,这四个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。 还有一个诞生于六千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。 而这个文明与华夏文明有着不解之远。 苏美尔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。 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前身。 但他们并不是此地的土著居民。 是一个使用非当地语言的外来民族。 据神料记载,他们在当地人口中被称为黑头人。 也就是黑头发的人。 因此,不少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可能是迁徙到这里的黄种人。 这样的猜测,很快就得到了证实。 苏美尔文明中发掘出来的人面雕像,非常符合黄种人的面部特征。 相关史料也记载了,他们是从东方迁移过来。 六千多年前,苏美尔人毫无征兆的凭空, 出现在了底格里斯河和又巴拉底河之间的新月地带。 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。 当时,这个地区的名字被叫做苏美尔。 他们因此被称为苏美尔人。 对于他们突然出现的原因科学家做出了很多猜测。 其中有两种说法值得一看。 一种说法认为,他们来自大河洛海的地方。 因为在苏美尔女王的陪葬品之中, 发现了两只长约0.6米的小船模型。 而另一种说法与此完全相反。 因为苏美尔人最早的建筑物中, 主要以木质结构为主。 而且在印度和河谷, 发掘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文化遗迹。 遗迹中出土的文物, 与苏美尔文明的整体风格十分相似。 有理由怀疑, 这是千亿之前的苏美尔人一致。 其实不管哪种说法, 都没办法解释苏美人的神秘之处。 以当时的科技发展程度, 一个古老的民族, 不可能毫无征兆地迁徙, 到远在两千多里以外的地方。 何况, 他们这次迁徙没有任何神话作为依据, 也没有任何迁徙的相关历史记载。 新苏美尔人的真实来源, 仍然是科学家无法解答的谜团。 苏美尔人的神秘之处, 不只在于他们的来源。 他们定居后展现出的神秘创造力, 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 苏美尔人迁移到索布达米亚平原之后, 立刻开沟挖曲, 建立专属城邦。 公元前三千年, 苏美尔人已经建立了十具可考的城邦。 其中, 最负盛名的一共有十二座。 其中就有后来, 成为古巴比伦文明发源地的巴比伦之外。 除了城邦之外, 苏美尔人还做出了很多, 被称为世界人类文明发源的行为。 构成人类文明的所有元素。 苏美尔文明皆有涉猎。 由美国史学家总结出了苏美尔人做出的三十九个人类第一。 其中比较令人震惊的是语言文字、建筑、天文立法、学校法律、宗教以及医学。 政治方面,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被苏美尔人分为了众多王朝。 各个王朝的国王已经指导国家运行的法律。 军事方面,采用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。 此时,远在东方的华夏文明仍处在农耕时代。 而苏美尔文明已经提前进入奴隶时代, 甚至详细化分了奴隶跟普通人之间的政治权利的不同。 文字方面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西形文字,并且拥有良好的文字保存技术。 他们用尖头的芦苇杆或是木杆将文字写在泥板上,然后用太阳晒杆在阴凉处保存。 值得一提的是,苏美尔文明中产生的西形文字,与后来中国的甲骨文非常相似。 于是有些使学家怀疑华夏文明跟苏美尔文明之间有不可割裂的渊源。 甚至认为,是苏美尔人发现了泥板不易保存的特性, 才将文字重新刻在硅甲和授骨上, 并且传授给了后来的华夏文明发源者。 当然,这只是猜测。 如果这种猜测成立的话, 足以说明苏美尔人的文化跟中国人是一脉相承的。 政务处理方面,有专门的法典作为指导。 十二个著名城邦中的埃什·南娜, 颁布过著名的伊斯·南娜法典, 比后来世界人民的汉摩拉比法典还要早。 这些法典的涉及内容非常广泛。 不仅详细化分了奴隶和普通人的地位, 还专门对妇女和女奴,做出了权力划分。 其中,甚至明确规定了, 不允许有实力的人支配寡妇。 一气缘配妻子的人, 应当补偿一定的数额等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。 就连通奸需要受到的惩罚, 都有着详细规定。 不仅如此。 后来文明发展中, 没有考虑到失业者低保, 以及劳动者保护众多法典中均有涉及。 更重要的是苏美尔人明有完整的法律体系。 不仅有法庭审判制度, 还有相关的辩论, 以及陪审制度。 就连军事方面, 他们也有十分突出的贡献。 在当时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整体环境下, 苏美尔人的军队, 已经拥有了战车铜盔长矛, 弓箭等等专门用于作战的装备。 而且世界上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冰镇, 也出自苏美尔人手中。 农业和社会生产方面, 苏美尔人建立城邦时, 就已经提前堆土壤进行了考察。 定居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非常适宜耕种, 他们还专门挖掘沟渠, 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水利工程。 而这时候的华夏文明, 仍处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, 完全不敢想象苏美尔文明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。 除此之外, 他们还学会了驯养动物, 已经有了成规模的畜牧业, 而且手工制造方面, 他们也没有落下。 现在大家能想象到的纺织制陶造船等工艺, 均源自于此。 不仅如此, 苏美尔人还有非常精湛的量酒工艺, 他们甚至将会不会念酒, 当成了开化与未开化的分明。 在苏美尔人眼中, 不会酿酒的人, 就是闻名未开化的人。 不仅如此, 他们的医术也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。 华夏文明一直以中医为主, 极少有外科类的手术进行。 苏美尔人有着完全超出想象的精湛医术。 世界上第一次器官摘除手术, 就发生在苏美尔文明。 不仅如此, 他们对人体的各个器官, 包括眼球都十分了解。 如果说这些还是人类文明起源必经的过程, 那么, 他们在天文理法方面的成就, 绝对称得上奇迹。 大家都知道地心说的理论持续了很多年, 就连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, 还坚信着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 但五千五百年前的苏美尔人, 却完全推翻了这种理论。 他们不仅知道地球围绕太阳做公转运动, 还能精确地计算出这个公转的最差值, 并且计算太阳系中所有行星的运动轨迹, 直到每72年偏差一度。 经过两万五千九百二十年地球偏差一周。 更让人意外的是, 他们不仅详细地观察到了各个星系, 还在史书中详细地记载肉眼无法发现的三颗行星, 即天王星、海王星和冥王星。 要知道这三颗行星, 分别在1781年、1846年和1930年才被发现。 现代人类文明, 发展到90年代才看到的冥王星。 当时,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。 而且, 他们对这几颗行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。 资料记载了天王星是水源充足的青绿在星球, 海王星是一个布满了胡爪的青绿色星球。 这些资料在1989年公开的两个星球卫星拍摄的影像中, 得到了证实。 毫不夸张地说, 苏美尔文明对天文方面的研究, 连现代人都无法相比。 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, 苏美尔文明留下了先进的数学知识, 以及放到现在仍然称得上精湛的冶金术。 就连现在的宗教发源, 都是来自苏美尔文明。 他们留下的神话传说给后来的圣经提供了支持。 这些发展和成就, 就连欧洲近代的文明都难以契及。 甚至可以说, 他们领先了近代欧洲文明数千年。 而且整个人类所有的文明元素, 都在苏美尔文明当中。 没有任何一个文明, 逃出了他们制定的文明范畴。 正是因为苏美尔文明的超强性, 实在没有任何文明可以相比。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, 苏美尔文明并不属于人类自然发源的文明。 关于人类智力起源的解释, 有一种基于进化论的假设。 而这种假设认为,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中产生了语言和智慧。 很显然, 这种假设适用于若干年后的四大文明。 但不是用于凭空出现的苏美尔人。 苏美尔人完善的智力发展水平, 以及他们达到的科学成就, 是人类发展历史上, 进化了几千年才得到的。 根本说不通。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, 是他们的智力来自天外, 是另一个物种或者天外来客, 给人类带来的起源。 当然, 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。 只是因为目前所有的理论都无法解释。 人类的智力, 为何突然爆发到一个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度? 话说回来, 至今也没有人能弄清楚。 苏美尔人为何以黑发黄种人的面部特征, 突然出现在梅索布达米亚平原上? 而黄种人为何又是最早达到文明阶段的人种? 或许, 黄种人跟苏美尔人之间, 真的有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奇妙联系。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,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 如果您喜欢密室君, 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,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。 此党可以在下方评论里面。 请得看